导航系统提供多个选取目的地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使用触控功能 直接于地图版面中按下目的地的位置 然后选择将地点设成目的地 第二个方法是使用关键字搜寻目的地 在地图版面左边的选项列中选择快速搜寻 在这个版面里面你就可以输入关键字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文字输入法 或者使用触控屏幕上的手写功能 例如输入BMW三个字 系统就会显示所有包含BMW字的地点 例如选择BMW九龙层列室 就可以将地点设为单一目的地 第三个方法是利用兴趣点搜寻 在地图版面左边的选项列中选择 兴趣点 然后选类别搜寻 你可以选择搜寻目的地的范围 例如目前位置附近搜寻 然后就可以选择兴趣点类别 例如停车休息设施中 选择停车场 导航系统就会显示所有搜寻范围之内的停车场 选择地点之后 就可以将地点设为单一目的地 第四个方法是使用地址搜寻目的地 在地图版面左边的选项列中选择 输入地址 然后根据画面上的指示 输入地区 以及街道名称 最后选取门牌号码 然后按 确定 就可以将刚才输入的地址 设为单一目的地 4 9 9 7 6 7 8 8 9